中台宣来诺布排除在今天有可能会增强成为强台 到了周四将会影响台湾是最明显的时间点要特别注意 至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午后的降雨了 在山区中南部地区都要盛防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 接下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金融台北 是晴道多云台北会有短暂降雨高温35度 继续看到在桃园会有降雨 新竹苗栗是多云的天气桃园高温35度 台中跟南投要防范午后雨势将化多云台中高温34度 园林嘉义会有降雨台南晴道多云高温32度 再来我们看到高平地区今天都要防范午后的雨势了 尤其屏东雨势会比较明显高温34度 好在东部地区天气状况相对比较稳定一些 亦然高温34度 再来我们看到外岛地区了 在马祖跟澎湖都有十多云到晴 金融会有短暂降雨高温33度 嗨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小铃铛